消失的泉水再次出现 将近30年里 盖口气 没想到这又生之年 水油未来的 进高兴来 百全是真的复活了 精心的治理 成效几何 工业有水 地下水 一滴也不能有水 深层地下水 水位回升即12米 黄河水和长江水 在永定河实现了顺利回湿 约90%的区域 初步实现了地下水的财富平衡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3月22日是第31届世界水日 3月22日到28日 是第36届中国水洲 水是生命之源 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发力的关键点 华北地区是中国最大的 地下水漏斗区 地下水超采一度十分严重 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影响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 不过 记者最近在河北 北京 天津采访时发现 如今这三地的地下水状况 有了很大转变 这里是河北省邢台市市郊的五家庄村 眼前这方水面 当地人叫做狗头泉 踢去泉水 当地村民感慨万千 今年七十岁的宋大爷 是土生土长的五家庄人 在这水边生活了一辈子 宋大爷说 狗头泉是邢台百泉泉群的一部分 百泉泉群是河北省历史名泉 《山海经》中都曾经有过记载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百泉泉群全部水面至少上千亩 芦苇密布 然而 随着工农业生产用水量的增加 水面逐步缩小 分割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百泉泉群基本消失 就成了个大沙坑 别那么睡的 这是干涸后的狗头泉 成了一个六七十米深的沙坑 只有最深处偶尔会存留一点点水 这是仅邻着的另一处泉沿 干涸后水面彻底消失 狗头泉的消失 是因为地下水位急剧下降 最沉溺水位能下到九多米 邢台百泉的干涸 是华北地区地下水严重超彩的真实卸兆 华北地区经经济三省市水资源量 仅占全国的1.6% 却承载着全国8%的人口 8.5%的经济总量 由于长期持续超彩 华北平原区地下水 累计超彩超过1800亿地方 相当于北京市40年的用水量 成为我国最严重的地下水超彩区 没水就导致直辈的退化 直辈的退化以后 甚至就导致地表的沙化 封沙的这些问题等等就都出来了 这是看得见的 还有看不见的就是什么呢 这个地下水的这个含水层 我们叫地质环境 这个地质环境呢 它的含水层就会发生这个破坏 但是整个地下的这个不同层位呢 它也就会发生一件破垫或破坏的这种现象 治理地下水超彩客户容缓 2012年水利部组织开展了 全国首次地下水超彩区划定工作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开展华北地下水超彩漏斗区综合治理 综合治理先要减少对地下水的使用和依赖 这里是邢台市的德龙钢铁公司 公司正好位于邢台百全群的上游 钢铁企业必须大量用水 但这家工厂2000年建立的时候 受到当时条件所限 所有生产生活用水全部依赖地下水 水量当时用在三百多万方 一年 每年三百多万立方只是建厂支出的用量 随着企业发展 用水迅速增加 并且德龙钢铁所在区域随后上马了一批工业企业 使用的全是地下水 到2010年前后 驱水井已经打到了地下四五百米深 2012年 邢台市对企业用水提出了明确要求 工业用水 地下水一点也不能用 一滴也不能用 2012年 就在全国首次地下水超彩区划定工作开展的当年 刑台市先行先市 财政支持 市场化运作 投入三千多万元 铺设了二十公里的地下管网 引来了附近太行山区水库的水 对德龙钢铁及其附近企业所有工业用水进行置换 如今 这一带的企业地下水井全部封铁 以德龙钢铁来说 现在每年用水至少六百多万立方 但用水成本反而降下来了 地下水的使用成本会越来越高 那么这一块现在目前价格 比如用地标水要贵一块左右 从企业的经济账来算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地标水这个角色 是非常正确的 对华北地下水超彩漏斗区来说 工业用水只是一方面 超彩地下水一多半用在了农业灌溉 这里是河北省固城县 锦临大运河 素有运河之盼 千塘之县的美誉 上世纪八十年代 随着大运河来水减少 河渠胡塘淤积 全线用水只能依赖地下水 今年33岁的叶林 从2017年开始流转了160多亩地搞种植 交地时要达到两三百米深取水 费时费电却有别无选择 从2019年开始 河北省统筹调控 修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 故城的一半耕地也用上了太行山区 调剂过来的水 叶林现在这重粮食的尽头明显足了 对叶林这样的农户来说 该用地表水灌溉 不仅必从深井超水省钱 更重要的是 地表水经过阳光软化 无论是水温还是矿物质含量 都远胜于地下水 粮食从产量到品质都会有显著提高 地下水位也有了明显回升 2020年底累计压采地下水 9508万立方米 深层地下水水位回升近12米 回升幅度连续6个月 位居河北省前十名 压采地下水 改用地表水 让华北地区地下水环境 有了明显改善 近年来 华北地区累计官亭积景27.9万円 治理区2022年地下水开采量 较2018年减少约40亿立方米 武家庄村的村民说 自从临近地区不再开采地下水 狗头泉里的水开始有增多的迹象 2021年 邢台迎来了持续两三个月的降雨 村民们惊喜地发现 泉水复活了 不仅是狗头泉 临近的几处泉沿水位 也同步恢复 干涸多年的百泉泉群复活 成了轰动当地的大新闻 这里也成了网友的打卡地 现在这个百泉泉域 可以说现在总蓄水面积 已经达到了790亩 总蓄水量达到了1050万方 每天像河道补水是6万方 可以说百泉是真的复活了 百泉复活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引入了外来水 近年来 南水北调等一系列工程投入使用 邢台南水北调受水区范围内 所有工业园区全部切换为浆水 所有城镇居民和460万农村人口 喝上了长江水 而在整个华北地区范围内 外来水发挥的作用更为巨大 我们现在主要是饮长江水 饮黄河水 通过这两个饮水 来给这个华北地区来进行补水 这个18年以来 我们通过饮浆 饮黄 外流域的这个吊水 向自立区已经是供水了 330亿立方米 饮长江水 黄河水 不仅对寿水区供农业用水 生活用水进行制换 同时还可以对华北地区河湖 实施常态化补水 这里是永定河 北京的母亲河 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和生态廊道 然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由于水资源枯竭 全线800多公里 由一半持续干河断流 2017年以来 水利部门实施了持续不断的生态补水 通过万家寨的永黄北干线 将黄河水输送到了永定河 在永定河的下游呢 通过南水比较中线 把长江水又跟我们的北京母亲河联系在一起 等于是黄河水和长江水 在永定河实现了顺利汇施 除了长江水 黄河水 永定河还充分利用本地水资源和再生水 次水统筹 2021年实现了26年来 永定河865公里河道 首次全线通水 2022年实现春季和秋季两次全线通水 河流沿线地下水位得以恢复 整个永定河平原段 地下水的回升平均能达到1.2到2.8米 最大的回升点位能达到17.8米 压采地下水 引入江河水 同时大力节水 以北京市来说 十三五期间 北京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 由15.4立方米 降至11.3立方米 用水效率居全国第一位 一系列举措 让地下水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 以2018年相比 治理区的地下水的 浅沉地下水的水位 平均回升了2.25米 深层地下水的水位 平均回升了6.72米 我们约90%的区域 初步实现了地下水的财补平衡 华北地区 华北地区地下水位回升 初步实现财补平衡 让形台百全这样的千年股全复苏 更让华北地区水体生态环境趋好 2022年 清杭大运河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 与永定河实现世纪交汇 断流22年的朝白河干流 实现全线水流贯通 环柔水源地的地下水埋升 恢复到开采前水平 并创该水源地 启用以来历史最高记录 华北地区河湖水质明显改善 由此带来了全方位的改变 就以永定河来说 复苏后的永定河 生态环境变化巨大 水生植物野生动物迅速增加 形成了沿线系列景观带 过去成一个条带的 一个荒漠的性质 现在变成了一条绿色的走廊 不仅改善了这种 生态的功能 生态的服务功能 同时也改善了永定河 两边的人居环境 持续治理让华北地区 从根本上扭转了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地下水位逐年下降的趋势 实现了由下降幅度趋缓 到局部回升 再到总体回升的持续好转 但华北地区水资源紧缺 长期超采 导致的地下水推缺依然存在 特别是在一些农业地区 还在开采使用地下水 工业及城镇居民用水 还有进一步压缩 制缓空间 目前华北地区地下水 新一轮三年综合治理方案 已经制定 也就是从现在起到2025年 确保正常来水年份 地下水水位不降低 力争实现持续稳中有声 通过三年的努力 相信无论是地下水水位的回升 还是我们整个津津济地区的 这种和湖的生态的 这种复苏的情况 都会取得一个积极的进展 在村民的笑脸中 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 华北地区 特别是津津济地区 地下水水位的总体回升 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感 地下水水位的总体回升 也为下一步的治水夯实了基础 积累了经验 人类逐水而居 文明因水而兴 按照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 坚持不懈 久久围攻 我们就一定能汇救 清水长流 人水和谐 高质量发展的锦绣画卷 感谢收看今天的《学院访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